警长把自己锁进最深的牢房里 下一秒还把钥匙扔了出去 同事进来时发现他正对着窗户发呆 他让警长千万别做傻事 结果警长还是说了那句不该说的话 然而说过这句话的人没有一个能活下来 原来未来世界的人类住到了地下1500米 在这里有一条特别的规定 只要说了出去两个字的人 就会被强制派到地面执行清洁任务 以往去了地面的人全都被外面世界充满的毒素给捕死 但警长还是义无反顾地说出了那句禁忌之语 正是因为他的妻子在三年前的那场离奇死亡 那天妻子在餐厅大喊 外面的世界其实是鸟语花香 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废墟 其实是领导层故意修改的画面 其目的就是为了将人们囚禁在这里永远没有出去的命 可是见大家没有丝毫反应 他便喊出了那句禁忌之语 就这样 作为警长的帐组只好亲自送他去地面试集 地堡的群众则通过实时直播观看艾莉出去的画面 艾莉走出地堡后用羊毛擦拭了地堡的摄像头 兴奋地以为外面的世界终于可以生存了 可没想到他没走两步就倒在了地上再也无法动弹 人们心里的希望也在一次被破灭 然而只有警长知道妻子临走前告诉他 外面的世界如果可以生存 他将会回头擦拭摄像头 所以他的死一定另有原因 为了探明真相 警长也说出了那句想要出去 就这样 市长给他穿上了防护服将他送了出去 他穿过长长的阶梯走向地面世界 可地堡大门打开之后 他被外面的世界深深震撼 地面世界真的像妻子说的那样一片摇雨花香 甚至还有鸟类在空中飞行 他迫切地想要地堡里的人也知道真相 于是便拼了命地回头跑向地堡摄像头 用羊毛擦拭了上面的灰尘 然而地堡的大屏幕上却显示着截然相反的画面 人们看到的景象是警长也去到了那片废墟之中 随着警长一步步走向妻子的尸体 没走几步的他也感觉到头晕目悬 警长怀疑真正的毒素可能藏在了自己的隔离服内 于是他做了一个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剧 就是摘掉头盔 但他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差劲 顾一会就倒在了自己的妻子边上 外出生存的希望被再一次破灭 而只有一个女人意识到 警长临死前摘下头盔一定有他的理由 原来就在前一天晚上 他带着警长来到一处废弃的洞口 进去后发现墙壁上画满了诡异的图案和文字 他仿佛早就对这一切习以为常 随后他直接带着警长通过破洞来到一个平台 在他开启这里的灯光后 赫然看到了这里有个巨大无比的挖洞机器 他猜测这个机器在向下挖的过程中出现了意外 所以之前的人才用混凝土将这里给封了起来 他和警长顺着墙边的梯子爬了下来 从小盒子里拿出一台摄像机 然后顺着余线向前摸索 最终在一处铁板后面拉出来一个布袋 而里面正是警长妻子发现的硬盘 里面有外面真实世界的录像 以及他破解硬盘时的手写资料 警长见状赶紧将所有东西都要拿走销火 但他却不乐意了 他咆哮着说警长如果听妻子的话 或许他就不会死 一听到这警长瞬间猛了 因为妻子一直是他的心结 警长犹豫了 他让朱丽业之后低调行事 因为这东西一旦被管理层知道他们都将是死刑 说完他就带着硬盘和破译本回去了 之后他就收到了警长被流放出去的消息 随后他第一时间又来到了这个平台 没想到他对警长隐瞒了底层下面的通道 他来到这里就是打算一探究竟 原来这下面早已被水给淹没 他一直都有些深水捧惧着 出了这么大的事他此刻也管不了这么多 他把绳子固定好用头灯照明慢慢的爬了下去 由于半空中过于紧张 头灯直接掉了下去 他只好顶着黑暗向下一点点的摸索 就在他即将要接触水面时 捧舱上面的发电机突然出现了故人 作为发电机的负责人 他第一时间赶了回去 看见学徒正要进去修理爱丽丝立马上前阻止了他 见对方不动却直接被他一拳打倒在地 发电机危机解除后上司直接找到朱丽业 责怪他喝酒宿醉矿工两小时 还打骂非常崇拜他的学徒 而他这时却说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地宝的发电机有很严重的问题 必须关掉后才能彻底解决 但上司却说地宝的历史上从来没关闭过发电机 这将会让地宝内上万人失去光明 哪怕陷入黑暗五分钟都会造成人们恐慌 上司负不起这个责任 朱丽业却坚持认为陷入短暂的黑暗 也比发电机完全损毁导致地宝灭亡要好多 最终授予顶层的指令 他们只能继续对发电机进行简单修补 就在这时发电机突然出现了高压 导致整个地下层剧烈晃动 而碰巧市长刚好来到了此处 得知发电机出现了故障 经验丰厚的朱丽业果断进入了发电机内部进行修理 好在经过朱丽业的修复后 成功让发电机恢复了正常气压 而朱丽业的正常操作也被市长看在眼里得到了认可 市长当即决定让朱丽业继承警长的位置成为新任警长 可他想都没想便拒绝了 并说自己在这打螺丝还行 可让他去打坏人那不是茅房里点灯吗 结果下一秒市长直接递给他一枚警灰 并说这是上任警长临死前的遗愿 就在他来到办公室接受任命时却看到了市长的尸体 由于地宝的设备并不完善导致没有记录到凶手是谁 如果市长的死亡一旦传出必定导致人们暴露 根据地宝的条例司法部的老白临时担任了市长的职位 而刚被市长任职的新警长朱丽业接下了寻找真凶的重任 他被安排到了前任警长办公室里任职 朱丽业发现房间里的排气管道一直传出异响 可就在这时老白却带着朱丽业的换洗衣服来拜托他 虽然他入职了警长但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因为他先前不过是地宝最底层的劳动员工 老白一直认为他还在底层发生过偷窃的行为 不过碍于前市长亲自任命老白并不好说什么 第一天上班时他发现桌子上竟有一张纸条 可还没读懂上面的意思属下就闯了进来 他告诉警长有人在下面正在殴打市民 原来此人之前偷偷和市长隐瞒着暧昧的关系 他怀疑是底层贩卖假药的混混害死了市长 然而没有直接证据警长只好拉着他离开了现场 随后朱丽业直接来到回收站寻找前任警长的衣物 特别是他们当时搜查到的硬盘以及破译图纸 可工作人员却说清理衣物时并没有发现这些东西 另一边司法部的光头竟找上了男人的房间 并说部长决定撤掉朱丽业的警长职位 他当即决定可以再等等观察 因为朱丽业不受大众欢迎后便会自己退掉职务 可就在晚上当他回房间睡觉时 一名神秘男子冲出来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 但好在他有着几十年的警察功底成功摆脱了他的纠缠 可就在他返回卧室想要拿出猎枪时却发现猎枪不见了 而神秘男却在身后对他举起了猎枪 与此同时朱丽业回到住所听到排气扇里又传出了异性 于是他便打开排气扇 却发现里面竟有一根挂着铁环的鱼线 他顺着鱼线一点点的从排气管里拉出一袋文件 他正要偷偷查看死去丈夫的保险金额 可外面却突然有人疯狂的砸门 门外的男人二话不说直接递给他一张纸条 上面赫然写着副警长在家中被谋杀 可身为警长的他感到是其他人却早已收拾好了现场 并且他们还找了一个地保的平民接替副警长的职位 就在他想要打抱不平时司法部的老白打乱了他 他担心的并不是找到凶手是谁 而是维持地保的人心稳定 等他们离开后朱利耶立刻检查了副警长的房间 无意中在他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 上面正是他调查死去市长的嫌疑人名单 他将线索塞进口袋来到代理市长老白的办公室 想立马着手开始调查这起事件 可老白非但不慌还拿起市长的红酒品尝起来 他此时正在想如何顺理成章地继承市长的职位 就在这时光头建议让他声明市长和副警长意外死亡 然后一次葬礼一个坟墓将两人安葬在一起 因为这样不仅可以转移群众视线 还可以传出两个老人的一段假话 结果就在进行葬礼时所有人全都面无表情 因为地保的恋爱是需要登记注册的 但老白情愿让人们议论这种禁忌之恋 也比讨论谋杀闹的人心惶惶要好多 葬礼结束后朱利耶开始调查纸条上的嫌疑人名单 结果查了几个却都有不在场证明 他先让新来的副警长去吃午饭 自己则来到之前和副警长打架的男人帕特家 可敲了半天门都没有回忆 最终他利用警徽撬开了锁敲敲前路进去 没意会就从他的柜子里搜到一盒老鼠药 以及死去女市长画像 可就当他以为找到凶手了 出门却遇到邻居说帕特根本就不住这儿 随后朱利耶直接来到帕特工作的地方 试探后却发现对方并不是凶手 于是便把他带走找一个地方藏了起来 回到警局后副警长保罗说找了他在律法部的朋友 查到一个名叫拉尔夫的嫌疑人 聪明的朱利耶便来到帕特家门口守住待途 男人见事情败露疯狂的往外倒 此时却恰好遇到地堡里进行的马拉松比赛 二人和从下网上奔跑的参赛选手们相遇 男人则趁乱拽住他的身体将他抛出了楼梯 并试图将他从高空中摔死 朱利耶挣扎时掰断了对方的手指 疼痛让对方并没有继续推让自己 可楼梯外侧则没有任何着力点 就在他将要摔下去时两个参赛者将他拉了上来 另一边逃走的男人刚要敲响司法部的门 光头则从门后走了出来 警告他只有自己的学徒才能走进这扇门 而这扇门后面有什么则不能告诉任何人 包括自己的家人妻子和朋友 而只有进入这扇门才知道里面的人做的 则是地堡里最重要的功能 是他们让地堡里的上万人活了下来 而最关键的则是成为自己的门徒 需要有奉献精神 说完光头就让对方付出了一切 第二天司法部的老白主动找到朱丽叶 告诉他地堡将举办一个盛大的宽恕节 需要他安排警力守卫在地堡的各处 并说之前看错他了 原本他并不明白老黑为什么让他当警长 现在看到他的破案能力变小明白 在自己暂代市长的几个月里 只要需要帮助便随时可以和他说 他想了片刻后说自己想请两天 架回底层机械部拿一些个人用品 当他走过中央的大厅时 发现有个男人正对着外面的天空画着手 于是便走到跟前询问 男人说在长期观察外面的星空后发现一个规律 天空中的星星似乎一直在沿着一个圈运行着 他拿着男人记录的话和外面的星空作对比 果然如男人预料的那样 这是从来没人发现过的秘密 离开中央大厅后 朱丽叶直接顺着隧道来到了地堡的最深处 轻车熟路的他蹲下身子 从角落里拿出一个铁盒 把里面破旧的小黄鸭拿在手上仔细观察 这是被迫害的男友长期违规收集的历史遗物 地堡里有个很严厉的公约 那就是任何历史遗物都不能出现在这里 而发现历史遗物的人超过12小时 没有上交司法部将会被捕入狱 情节严重的将会被派出地堡执行清洁任务 为了继续调查男友死去的真相 他带着助手来到了被光头推下地堡的死者家里 就在助手打开卧室的柜子时 意外发现里面竟然摆放着一只相同的小黄鸭 这和他手里的那只简直是一模一样 于是他便带着小黄鸭来找司法部的光头申请调查这起事件 他声称这是在死者家里找到的证据 并且地保的法律规定历史遗物是不可以私自储存 然而今天是宽恕节 人们会更倾向于交出遗物还不用承担法律风险 光头提议他得带着副警长保罗一起调查 因为他了解的法律公约并没有多少 一个小时后他来找一个因持有历史遗物被理的居民 对方欠着自己一个人请 想必能从这里获得一些线索 两人见面的第一眼男人就认出了他手上的手表 而这则是男友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男人则一定知道一些有关男友死亡的秘密 于是他便以警长的身份担保 看着他这么诚恳男人便给他收了一个人名 而对方便是当初购买他手上手表的顾客 两人二话不说便去找了这个叫吉娜的女人 然而对方竟是自己死去男友的前女友 他热情地询问乔治过得怎么样 在听到前男友半年前坠楼死亡后 他先是愣了一心 随后便心平气和地说出了有关手表的事 因为地保对这些历史遗物管控非常严格 于是乔治在某天晚上偷偷找到自己 说出了购买手表的想法 所以才会出现吉娜在男人的手里购买违禁品 然后送给乔治 最后再转交到朱丽叶的手上 看似非常完美地回答 实则到处都充满了谎言 但警长并没有拆穿吉娜 而是带着助手离开了这里 就连助手也看出了女人肯定在说谎 可朱丽叶却让她不要将今天的事说出去 想必她有其他的打算 等到了晚上大家都在熄灯睡觉时 朱丽叶便来到外面开始了巡逻工作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于是她来到平民区找到了白天的吉娜 白天是因为有其他人在 她并没有揭穿女人 而现在就他们俩 所以朱丽叶直接说出了吉娜 就是那个害死乔治的人 是她将有关硬盘的秘密举报给了司法部 然后乔治才会被摔死 眼看真相暴露 吉娜只好称自己也是受害者 是有个男人在某天晚上偷偷潜入了她的卧室 然后以亲人的生命来威胁她回答几个问题 如果撒谎的话 亲人就会死亡 所以吉娜最终将有关乔治的信息说了出去 临走前吉娜将一个重要的机密文件交给了她 这是乔治的母亲给她的礼物 里面的东西关乎到地堡的未来 于是吉娜让她千万不要被其他人看到 不然后果非常严重 拿起手中的文件朱丽叶便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袋子里存放的竟是一本小学生旅游指南 上面记录了外面世界真实的样子 有山有水还有小动物 看来他们真的是被囚禁在了地堡里 却不料背后的管理层一直在盯着她的一举一动 就在助手准备将此事汇报给上级时 却被光头在半路中拦了下来 他让助手先别管此事 自己则打算利用他放长线钓大鱼 看完画策的朱丽叶丽马来到精神病院寻找老妇人 他肯定知道有关地堡里隐藏的秘密 可他还没开口问 却被护士告知老人已是老年痴呆中挽起 此时的他已经神志不清 并且嘴里一直说着奇怪的话 他提议想要带老人出去走走 却被护士言辞拒绝 高层已经对他下了禁足令 没办法的朱丽叶只好暂时离开精神病院 他来到地堡的平民区里等一个人 而此人正是自己那个当医生的父亲 他想让父亲利用职权 来让自己和老妇人有个单独谈话的机会 看着女儿如此恳求自己 他决定为女儿挺而走险 他来到医院三言两语就把护士骗得团团转 然后趁着护士下班的空档来到了老妇人的病房 避开里面的监控偷偷将老妇人推了出来 而此时正在婴儿房等待的朱丽叶焦躁不安 等到父亲把他推到这里时 朱丽叶赶忙问他还记不记得自己 一旁的父亲却对他说 护士特地给他注射了一管针钉剂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一直痴呆下去 眼看护士交换班的时间就要结束 他只好强行给老妇人注射了一管分散针钉剂的药物 没过一会老妇人便能开始正常说话 老妇人在看到男人的第一眼就认出了他是医生 紧接着便开始激动起来 没想到早在三十年前老妇人的劫育环 正是朱丽叶的父亲装上去 目的就是为了控制那些不听话的平民绝育 眼看他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朱丽叶只好将父亲暂时赶出了婴儿口 自己则趁机单独询问老妇人几个问题 他小心翼翼地拿出画册递给老妇人 他激动地抱着画册说 这是很多年前一个老熟人的东西 随后便当着朱丽叶的面 说出了一个名为护活者人的身份 早在一百多年前地堡里有着两大组织 一个是想要抹去记忆的管理层 另一个则是守护记忆的护活者 经过这么多年的对抗 只有老妇人独自活了下来 也正是因为这个身份 所以他才会被处处针对 当着他的面 老妇人将护活者的重任交给朱丽叶 希望他能解开地保里背后的秘密 与此同时管理层的监控室里 光头注意到朱丽叶将老妇人推回了病房 他让助手赶紧去查朱丽叶刚才去了哪里 回到病房的老妇人突然发现镜子前的花不见 他猛然想起警长老黑在不久前曾来看 而老黑带的花正好摆放在了镜子前面 朱丽叶突然想起老黑曾留言 把镜子前的花术加倍 原来这一切都证明着地保 每个房间的镜子都是管理者监视民众 老妇人又告诉他警长老黑来到这里 并没有和他说几句 而是把时间都花在修复房间里的通风广道上 朱丽叶见状赶忙拿一块不将镜子遮盛 监控室里的人此时瞬间成了瞎子 意识到不对劲的光头 立即派遣手下钱去实行抓捕 然而此时的朱丽叶从通风广道里 是他打开父亲的电脑 插入硬盘想要看看到底是什么文件 能让人接二连三的丧命于此 结果显示屏上却提示终端无权禁止访问 没办法的他只好暂时将硬盘藏了起来 来到警局后发现自己的办公室 被翻了个底朝天 等男人检查完背包后 发现没有硬盘的线索准备撤退 可他这时却借此机会反咬一口 因为地保的法律规定 司法部和警局属于两个执法部门 双方没有任何权限来搜查彼此 但现在光头却命令手下 对警局展开地毯式的搜索 这显然是对法律的不尊重 此时在光头的办公室里 他正对着手下大发雷霆 突然朱利叶带着助手从外面闯了进来 随后驻守二话不说 拿出手套就将光头靠了起来 等到所有人都走后 他将办公室里的门进行繁复 开始在房间里面搜索有关地保里的秘密文件 找了半天终于在抽屉的夹层里 发现了几本绝密档案 在里面竟然发现了他母亲的详细资料 去世已久的母亲 竟是地保严格监视的对象 知道了真相的朱利叶 直接来到父亲工作的医院 在这些年的相处里 他一直认为是父亲偷偷向地保泄密 才害死了母亲 结果真相却是管理层 在所有的房间里都安装了隐形摄像头 所以母亲的秘密才会被发现 误会解除后 朱利叶将自己藏有硬盘的事情说了出来 他请父亲帮自己一个忙 等他离开医院后 父亲偷偷来到沃哥的家里 将会合的消息告诉了对方 因为只有他才能想办法将其打开硬盘 紧接着朱利叶则带着硬盘快速离开了医院 结果却在半路上碰到司法部 在每一层通道都设立了关卡 目的则是为了搜出硬盘 眼看自己即将暴露 他赶忙朝着上面跑去 用尽了所有的办法 也没能与沃哥见面 就在这时一个男人 不请自来镜主动走上他 他是之前与朱利叶在餐厅 有过一面之人盯着大屏幕画星星的 看到驱动器的第一眼 他就认出了这是留给警局 和司法部的核心硬盘 只有他们才有全线打开里面的文件 但这显然是在虎口巴压 回想起男友乔治和警长老黑 都是因为这个硬盘丧命 他决定搏一搏看看 这个硬盘里究竟有什么 来到楼梯口的关卡 他谎称自己刚才已经检查过 没有必要重新检查 眼看硬盘的秘密 即将暴露市长老白 及时就成了 他以市长的名义来担保 这才让朱利叶混了回去 看着老白救了自己 他赶忙将光头计划夺权的消息 告诉他 并说光头很快就会架工市场 看他越说越严重 老白和朱利叶 则来到一片暴霉 这回他就被全副武装的士兵 按在了地上 光头打开背包 终于找到了他们苦苦寻找的东西 在老白的一个眼神下 光头压着朱利叶打算 把他送出地堡执行清洁任务 监狗 顶 鸽 颁 监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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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此时朱丽叶趁着光头不注意一板挣脱术 抢走了他手中的背包直接向围栏跑去 他从万米高的地堡一跃 好在掉落在了下一层的平台之上 看着追来的光头等人 他赶紧拖着受伤的腿拼命逃跑 等光头带人追下来 时早已没有了他的踪影 心思缜迷的小黑意识到他此时还穿着警服戴着警徽 可以凭此进入任何一户人家 想要找到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隔职消息的市长此时无比愤怒 光头从没见过他如此紧张失态的样子 显然他带走的硬盘里藏着的秘密事关重大 随后光头直接找到他的父亲 希望他能说出朱丽叶的下落 可十几年前正是司法部的施压导致自己的妻子扫养 如今他们又盯上了自己的女儿 父亲自然不肯做任何佩服 说完便转身离开 此时朱丽叶就是个行走的定时炸弹 光头突然想起了什么 便派人护送自己的妻子回家 他担心自己的家人遭到朱丽叶的报复 可当两位全副武装的士兵出现在家人面前时 妻子竟开口拒绝了对方的护士 原来光头的妻子曾经是一名突击队员 如今在IT部门的他表示自己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没想到刚进入屋内突然发现家里的监控被人拆了 以他的经验判断家里肯定有外人来 他先是安顿好孩子然后冷静地从包里抛出手枪 随后便轻轻走进自己的卧室 他惊讶地发现床上似乎摆放着什么东西 等他拿起来查看时突然被一把小刀打住了 朱丽叶拿过手枪对准光头的漆 然后扔给他一副手套 面对枪口他不得不按照朱丽叶的要求把自己靠在水管上 然后他又非常谨慎地将一切可能用来反击和挣脱手套的东西全都拿开 随后便打开他家的电脑插上硬盘 利用光头的权限终于看到了里面密密麻麻的文件 与此同时小黑偷偷潜入到朱丽叶的家里 试图找出他要出去执行清洁任务的原因 却没想到房间早已被司法部清理得干干净净净 只在桌子底下看到一块残留的镜子碎片 他把碎片放在灯光下仔细观察 竟然发现这是一块单面的透镜 不死心的他又来到浴室进行寻找 打开后面的柜子发现了不对劲 撕掉固定柜子的密封条后轻轻一拉近发现后面有的夹草 里面赫然立着一个褪色的牛皮带 他急切地打开绳子从里面拿出的正是那个红画子 当他看到里面的内容后手忍不住的颤抖 不知不觉泪水竟爬满了脸 他从未想过自己竟活在如此巨大的谎言之中 等情绪稳定下来后他撕掉画册上的一眼 随后把他塞到壁炉里打开按钮将画册销火 另一边的光头得到一个重要消息 朱丽叶在逃跑前见过一个在大听话星星的男人 他们马上就将男人带到市长的办公室 在他的言辞逼问下胆小怕事的男人乖乖交代了硬盘的任何信息 市长立即下令追踪这个编号为18的硬盘 只要硬盘与任何设备连接都能追踪到所连接的设备 就在这时看着复杂的文件夹无从下手 朱丽叶全神贯注的时候 身后的光头妻子从口袋里悄悄拿出钥匙 此时朱丽叶找到一个命名为从这里开始的文件夹 打开后竟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竟然是自己的男友乔治给他的视频留言 就在他盯着屏幕看的时候光头妻子的身影悄悄靠走 他告诫朱丽叶一旦硬盘接入电网便会暴露自己的位置 眼下要么立即逃跑要么被人抓住阴死丧 就在此时市长老白所在的监控室里的影像接连消失 光头家门口的探头也跟着失去了信号 等到他带着手下赶回家事屋内只剩下女子二人 随后妻子承认是他放走了朱丽叶 此时地堡里的安检 更加的严密 一个IT部的惊发小哥鬼鬼祟祟的通过检查来到一处公寓的大门 开门的是一开始倒卖历史遗物的能力 结果他一进门却傻了眼 警长朱丽叶竟活脱脱的站在自己面前 他二话不说就将硬盘交给小哥除物 万万没想到小哥竟是个网络高手 他打开了硬盘还骗过了监控室的实时追踪 朱丽叶再次打开了男友乔治留下的视频 啊, maybe 15 feet high metal, you can't get through it maybe you can 啊, I'm guessing you're wondering what I did about the water well, turns out it wa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anyway, Jules,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or is down there you have to find it I'm recording this video in case I don't make it 经过视频最后的留言 他们看到了令人无比震惊的赢 外面竟真是他们所认之外的避水难天 而就在他想要将屏幕上的画面告诉所有人时 一旁的男人却质询了他 因为所有的突击队员马上就会等在这 察觉危险的三人连忙离开了此地 没想到前脚刚走后脚全副武装的突击队员就赶来搜查 刚好躲过了抓捕的三人藏进了垃圾通道之中 他们通过垃圾通道来到了126岁 小哥利用黑科技入侵了地堡里的系统 让硬盘里的画面全都显示在了他们的监控屏幕里 所有监控人员看到这些画面全都大吃意尽 可下一秒市长老白立刻让他们转身闭上眼睛 紧接着他坐在屏幕前关掉了整个监控防止任何人看 此时朱莉叶则通过垃圾通道继续向着底层爬去 殊不知他的举动早已被老白给看穿 在警员对他劝输无效之后 他们便搬来一大堆沸铜烂铁一股脑全都扔进了垃圾通道 可他们就算这样做也没能砸中朱莉叶 就在这时光头命远搬来一个巨大铁铁 他们将这个石心铁块毫不留情地扔了下去 朱莉叶看到后下的瞬间不知所在 只好让自己主动松开双手从通道里掉下去 还好下面有机械部的人提前等在了这里 虽然他躲过一劫捡回了一条命 结果光头还是带人找到了他的藏身之处 因为他显然在地堡里已经无处可逃 市长老白掏出了那个代表的真相的硬盘 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用锤子当场 随后被抓住的朱莉叶则被迫出去执行清洁任务 他们给朱莉叶穿好防护服戴上头盔之后 他便被送往了通往外界的通道 而此时中央大厅的食堂里面 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上摄像头所拍到的话 就在他一步步地走出地堡来到外面世界的时候 他真的看到了和硬盘里展现出的一模一样的场景 外面世界竟真的是鸟语花香 然而他却发现了不对劲 紧接着他转身来到了摄像头面前 他举起羊毛却并没有选择擦拭摄像头 而是把他扔掉后就向着身后的大树走去 在市长老白的倒数三秒后他轰然倒地 老白高兴地说非常准时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他竟缓缓爬了起来 身体也并没有任何不适 随后他发现人们在屏幕上看到的老非机器妻子的尸体 在他眼前其实是不存在的 这说明地堡大厅里的人看到的画面其实是虚假 他转身继续向前走去离开了那棵大树 而他竟然看到背后的风景依然是绿草如荫的大树 不知何时离开的市长老白来到一处机房 扭动要是按下了一个开关 下一秒朱利叶头盔中的显示屏画面被关闭 接下来在他头盔中显示的画面竟是一片荒凉 地表好似真的充满了雾气 难道这才是外面世界真正的模样吗 他转过头去看着地堡的摄像头 就好似在和里面的人告别 随后变头也不回地慢慢走向远方